女主说你妻子来了 狗狗马上躲进窝内 吓得瑟瑟发抖 为何这么怕老婆呢 原来狗狗叫克里 他跟一只猫日久生情 前几分钟还在一起吃饭 女主说克里的妻子是闺蜜养的 俗话说七年之一 最近他们感情出现了裂痕 他叫波妞 正急匆匆往婆家跑去 预感有事要发生 克里快吓哭了 门打开 一直有气质且很有女人味的狗出现了 一进屋就开始寻找蛛丝马迹 他一直怀疑丈夫对他不忠 今天算是突击检查 女人的第六感很准 他发觉丈夫很紧张 克里很害怕 一直跟在身后 突然波妞发现 猫身上有丈夫的气味 他朝着猫咪骂骂咧咧 心虚的丈夫早已躲起来 大猫淡定眯着眼 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 波妞发出警告 别横刀夺爱 原来波妞跟克里从小青梅竹马 主人跟闺蜜 时常带他们去玩 过去是对恩爱的夫妻 但此刻 克里一副便秘的表情 因为他对妻子变了心 显得很心虚 周末主人带他们去狗狗休闲馆玩 克里一出场就到处勾搭其他狗 站着帅气的外表 四处交易性朋友 甚至小母犬都不放过 波妞目睹着这一切 但他会把克里的幻想扼杀在摇篮之中 他咬住克里的牵引声 不许丈夫出去浪 克里很悲伤 都怪结婚太早失去了恋爱自由 妻子用力拽着丈夫 但他一点不想靠近妻子 不管波妞怎么拉扯 克里就不想回到他身边 因为他害怕 其实 从他们在一起后 波妞就把克里管得狠死 甚至不许陌生人接触克里 非得拉走才行 女主说你也看到了 波妞管得太严 导致克里越来越排斥 也更渴望自由 突然一只科基 迷恋上了克里帅气的外表 甚至堵着路骚扰他 克里也是个严控 看来 对科基的身高不满意 加上妻子在盯着他 根本不想搭理对方 但科基并不死心 这一切波妞都看在眼里 他追上去驱赶科基 希望他有自知之明 没想到科基还不服气 转着圈圈骚扰波妞 甚至还想攻击他 突然波妞转身 对科基发起攻击 这可把对方吓蒙圈了 没想到 如此有女人为的波妞 也这么凶 科基知道不好惹 只好乖乖离开 主人跟闺蜜回家后表示 没想到狗狗也有七年之痒 不过不管怎么样 都希望 波妞跟克里能好好在一起 其实 他们也很有夫妻相望 再次运动